她是一名青春靓丽的灵灵后 却选择在养老院当护工 喝酒啦 唱歌啦 跟朋友蹦个第一啦 就喜欢练习 她从音乐学院毕业 选择做一名社工 每天见证死亡 每天下班前 我们都会走一遍病房 到每一位患者跟前 去做一个小小的告别 当这届年轻人开始入场 养老院里会呈现 怎样的风暴 三二一千万 当青春和死亡相遇 临终病房里 又会奏响怎样的乐章 冷暖人生特别呈现 放下个人素质 享受 缺德人生 拒绝精神内耗 有事直接发梦 让老年人讲出年轻人的心声和热梗 在社交媒体上火爆出圈 也引发了各地养老院的效果 2023年8月 黑龙江加姆斯的一家养老院 请了一位00后女孩做新媒体运营 然而快一年的时间 账号不闻不火 这个青春靓丽的女孩 却和这里的老娘们打成一片 高宇瑶 二十三岁 如今她已经从新媒体运营 转岗成了一名护工 养老院里的护工们 大多都四五十岁 对于这个新来的小年轻 同事们有着不少担心 有一天你就突然跟我说 高啊 那个你什么时候 可以没事来五楼看一看 因为六楼的老人 相对来说身体状况是好的 他说你不能太玻璃心了 因为我看着李奶奶生命之后 我总是在哭嘛 眼睛每天都是肿的 然后他说你可以没事 上五楼来看一看 你看看五楼的老人 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 他说如果你特别玻璃心的话 你干不了这一行 我们已经习惯于在每一次 每一天下班前 我们都会走一遍病房 到每一位患者跟前 去做一个当下的一个小总结 或者是对当下当天 关系的一个小小的告别 史莹莹是北京海淀医院 安宁疗护中心的社工 安宁疗护是对生命进入 倒计时的病人和家属 提供身体 心理 精神 等方面的照料和关怀 帮助患者舒适 安详 有尊严的理事 每周一是海淀医院 安宁病房的交班会 与其他科室不同 由于这里都是临终病人 医护人员和社工们 除了交流每一个病人的病情外 还需要对家属的状态 病人的情绪 愿望和心理情况 做全面的树立 因为上周的话 他其实有一段时间 然后在讨论家庭会议 包括他这个遗族的事情 他其实是完全回避的 就是他一直表达 就是我现在很累 没有发现 是家属 然后一直到了周五那天 然后才又沟通上 然后他又有明确的表达 他对这个遗族的事情 是很担心 然后他开始有要 就是想要去讨论遗族的 这个事情 202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治疗专业的史盈盈 读大学期间就开始做志愿者 为肿瘤医院的患者们 演奏钢琴 患者们听到音乐的反应 让他很受出动 我谈那些就是比方说 那个年代什么 我的祖国呀 红梅花开 还有像《相互送》 这样的老歌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爷爷奶奶 然后他们会来 就是在门诊排着队 那个过程中 来听一听 或者来看看我的谱姿 然后也有 就是很愿意说说话 就说你怎么会这些歌 这些都是写我们熟悉的歌 就很自然地去有这样的交流 他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如果我真的可以用我的学习 专业所得 然后能给予到支持 能满足到他需要的话 我觉得就好像就是 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 并且就是我能用上 我的专业的内容 我觉得就已经很足够幸福了 就这种感觉 大学毕业后 史莹莹选择做了一名社工 她利用自己最擅长的音乐 陪伴有需要的患者 用琴声 让他们感受到 治愈和快乐 对于年轻的史莹莹来说 这份工作最大的挑战 就是如何面对 随时可能出现的 死亡和分离 刚开始进入这个工作领域吧 然后在我碰到的第一位 音乐陪伴的一位患者的里 我们是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 音乐陪伴的服务了 前一天我们还有去讨论到 我们在音乐中还可以做些什么 可能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 然后可能准备上 依然没有那么那么的充分 第二天 我其实早上还在听着 我们可以一起工作的音乐 一直听着歌 来到了医院 来到了办公室 然后结果刚摘一下耳机 然后就听到 就是那位 有一位社工姐姐就说 昨天哪个哪个床走了 然后我就 然后就手里还拎着耳机线 然后我就 反应了半天 我说她走了 然后其实当下就是觉得很懵 就是很空白 然后有一位社工姐姐就说 看到你刚才都呆住了还是愣住了 就反正这样问了我 然后就是在问完我之后 然后我就好像才醒过来一样 然后就是美美地哭了一顿 就这样的状态吧 安宁病房的首要目的不是治疗 而是为临终者更好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时光 因此在这里 除了音乐陪伴 还有芳香呵护 用精油辅助的方式 让患者感受舒适和关怀 做芳香呵护本身就是 对身体的一些辅助 让人感觉到是被看到 被关怀 被珍视 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件事 那不认可的 我们就接纳他的不认可 从一开始的纠结难受 然后我们也坐着坐着 患者都睡着了 另一个患者也会去 要不然我也试试 下次我也报个名 舒服吗 谢谢你 这手热一点 徐叔 海医安宁疗护中心的志愿者 2016年母亲因肺癌离世 母亲在ICU孤独离世的场景 给徐叔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我妈当年都是那种痛苦 挣扎 就是很难受 然后各种化疗放疗 就给折磨的都不像样子的 在我妈妈病危的时候 有些时候是 我和我母亲都不了解 死亡 或者说将死这个过程 会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经历过 大家都是迷茫的 不去讨论死亡 即将面临死亡的这些准备 没讨论 所以遇到一件事 就束手无策 不知道该咋办 那就 那一般该怎么办 医生你说该怎么办 那就是把事都交给医院 交给医生 过去基本上是这样的 母亲离世后 同样身患癌症的徐叔 了解到安宁疗户 并以摄影志愿者的身份 来到安宁病房 2019年 她通过安宁疗户的理念 照顾父亲 安宁疗户的病毒 因为我有我母亲的那个对比 我就觉得 这儿的患者好幸福 然后能在他们人生 这种治安的时刻 你去让他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感觉到有人陪伴 死亡是有温度的 然后就觉得这些事 做得挺有意义 所以没有恐惧 在海一安宁病房 像徐叔一样的志愿者 约有五百多人 他们与医生 护士 社工们 一起陪伴患者 面对死亡 迎接死亡 对于临终者来说 帮助他们完成 人生最后的心愿 也是安宁病房 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春节之前 我们有一个患者 当时这个老先生 他的一个 血术上的一个心愿 要去完结 所以他就很坦诚地去问 那我到底 就是还剩多少时间 然后这段时间里面 我大概会是 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共同做了 未来这个阶段的 医疗决策 他就把电脑 从家里搬到病房 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 就是正经畏作地 在病房里 然后每天在那打电脑 每天工作 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把他 想要完成那本书写完 所以他把他余下的生命的时间 就用来完成他这个心愿 然后我们也全力地去支持他 做这件事情 所以每次我们路过那个病房门口 就会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然后这样抬着头在那打电脑 有点可爱 杨洁 海一安宁的社工团队负责人 从2017年3月 海一安宁病房成立至今 7年的时间 工作人员帮助患者 完成了各种各样的心愿 为病人开家小酒馆 举办病房婚礼 无论什么愿望 他们都会尽力满足 而除了临终者的愿怀外 社工和志愿者们 还要帮助病患家属完成愿望 当妈妈真的就是呼吸停止的时候 她会觉得 妈妈你现在的样子 就是没有你以前漂亮了 您其实是很漂亮的一个人 然后她觉得要让妈妈美美地走 因为她知道妈妈一向是一个 对自己有很高要求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她就把化妆包拿过来 开始给妈妈化妆 然后就一样一样地给妈妈化 一边化 然后说妈妈 你这样气色看起来真好 然后你这样 又回到你原来那个状态 气质特别有气质 特别漂亮 然后化完妈妈 就把同样的一套化妆品 又化在自己的脸上 这个时候她母亲 其实已经离开了 就是活着的人 也不觉得遗憾 死的人呢 就觉得我该做的都做了 力所能及的亲人们都帮我做了 这叫生死两性安心 逝者安详 生者安宁 是安宁疗户的目的 而在生活中 生离死别 往往会给亲人留下很多遗憾 甚至长时间的阴影 03年我三岁的时候 应该是我跟我老婆在福州的时候找的 就是我老婆第一次带我坐飞机 上我爸那边去 老婆一整给我买个小发钱 买个小红墨镜 你看我都是在我老婆怀里 我老婆总抱我出去 谁一抱我我都不干 就必须我老婆抱我 谁抱我我要谁 高宇瑶从小和姥姥一起长大 五岁时父母离婚 父亲回了南方老家 母亲则远赴日本打工 初三那晚最堂爱她的老婆 撒手灵魂 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过我老婆能够早离开我 我老去世的时候 然后正好我上初三 我那时候要考高中 我就觉得 我陪我老的时间少了 我能跟她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少了 考试之前 家里人一直在跟我和我弟弟说 说那个你老可好了现在 马上就康复了 康复就能回家了 报喜吧 就是她不想让我们有点别的事 就再打扰我们考试 考试那天就接我们去医院 我老那时候已经在一个临终的医院了 就是当时可能就是最后一口气 那我小名叫瑶瑶吗 她在床上可能那时候已经没有意识了 她嘴就一直在 就是我感觉她在喊我 然后当时我到医院就开始哭 姥姥离世前最后的心愿 是看一眼外孙女 她挺着最后一口气 期盼着见外孙女最后一面 而当高宇瑶中考结束 赶到医院不久 姥姥就离世了 没有来得及和姥姥告别 成了高宇瑶终生的遗憾 我从小里愿望 就是我老能看着我成家 我老也能看着我 就帮我看着我的孩子 就像她带我去 她没看着我姐夫 没看着我成家 这个事是我很遗憾的事 后面下有地方吗 今天我停了 我又哭泣了 姥姥去世后 高宇瑶去了卫校读护士专业 与很多青春期叛逆女孩一样 她每天喝酒 蹦迪 2021年毕业后 高宇瑶做了两年的核酸检测员 之后找了一份养老院的工作 我妈也觉得可能有点亏欠我 她对我的照应是特别特别 精细的那种 就是小到下班 正常都是孩子自己就回家了 我妈就会惦记 我姑娘咋回家 她得来接我下班 她六点半就起来了 她比我起得早 提前一天晚上把我想吃的都给我买好了 然后早上起来给我加工做一下 这是我原来特别叛逆 很叛逆的那种 我其实不太爱读书了 跟我说出国的时候 她就在那磕着墙 那个头就写着 你写印在上面 一直磕一直磕 不然我走 生活都挺不容易吧 出国是迫不得已的 不 实在是迫不得已 因为你就出国了 你过来想要给她生活好吗 我是希望这样的 她总教我 其实我这个这里头版的 涉及到一些单亲方面的问题 做梦都在想 她丢了没有 一直都在想 我妈做梦总梦都丢了 我又找你一宿啊 我妈每天就给我发 去长篇手作呗 经常发 嗯 昨天给我写个啥来的 愿女儿顺心日欲平安喜乐 平常心享受在 学习女儿的童年 让高宇瑶的母亲 心里一直有些愧疚 2012年回国后 她想尽一切办法多陪女儿 也给她更多的空间 从不干涉她的生活 但对于女儿选择的职业 母亲一直不太满意 我就觉得你这么小 做这个行业 有点不太适合 嗯 就好像那个年龄段 都大一点的 去做这个行业 一般没有这么小的 去做这个的 那五楼特别吓人 当时我就抓着 我姑娘的手我就说 我不呆了 我害怕 我不能搁这儿呆着 我受不了 太吓人了 但是她扶那个老人 那个坐椅子上的时候 内幕暖到我 是吧 就那个爷爷啊 嗯 她说爷爷好好坐这儿 完了我就觉得 和亲切 虽然周围人都不太理解 高宇瑶为什么会选择 护工这个职业 但她本人 却干得非常起敬 高宇瑶说 每天在老人身边 她就会很安心 也许是从他们身上 能看到姥姥的影子 就是跟他们在一块相处 总能想着我老 反正一边是感觉弥补了 一边也会就觉得 我老又是现在再也更好了 我失恋呢 你当时打圈我就说不跟她了 是不是 她不跟她 不行 那人 那人不行 你说 那个人不行 是不是 谁行啊 你也不给我介绍个行的 你就敢那光她 不行 不行不行 这位老人刚来到养老园不久 因为腿脚不变 老伴离世后 他便主动要求家里 给他送到了养老园 减轻儿女的负担 养老园离家近 子女们每天都会来照顾他 但是最近 这位老人跟女儿 因为家里的事 犯了难 走奶奶女儿 她姑娘比我大两岁 她姑娘是在上海的 然后她姑娘就想 我想有我妈妈陪 那个她问过我阿姨 说那个 妈你能不能 来上海来生活的 然后我阿姨就说 你说小高 我这怎么办呢 我老妈还在这呢 你奶奶搁这呢 我没办法 就是说为了我的女儿 放弃我的老妈 我当时感触挺神的 我就说我说 爷 我说我觉得你做这个选择 起码你以后不会后悔 如果有一天 奶奶真的离开我们了 我说你恰好还不在她的身边 你以后会想 哎呀 我原来有时间的时候 我为啥没陪奶奶给块 我说你会自责的 我说这样谁得起码 就是以后不管有什么 就是我说遗憾会留得少一点吧 渐渐的 高宇瑶从给老人拍视频的旁观者 成了一名护工 她很喜欢和老人相处 但至今也难以面对生离死别 黎奶奶是我来 我们养老院交的第一个好朋友 她是我来这儿的第一个冲击 然后黎奶奶比较有文化 别看她87岁了 黎奶奶可以写字 给我讲过很多她年轻时候的故事 包括她子女 甚至连她孙子在哪上学 她都跟我讲 她是我上班半个月之后 急性脑梗 然后突然间 意识全模糊了 记忆也没有原来好了 都记不清了 昨天还好好的老人 第二天突然 什么都不记得了 甚至可能她连我都不记得了 然后告诉我她难受 怎么怎么样 就是明显看着她表情 而且她走不了了突然 也说不了话了 然后当时我就可担心了 我就怕她挺不住 我一天去她的屋里八百趟 左一趟右一趟 我就怕她有事 我说黎奶奶不能有事吧 我说就她能陪我老壳 我说这是我第一个老好朋友 我说可千万别有事 我就天天陪她打针 坐在旁边陪着她 我感觉当时如果黎奶奶走了 我可能坚持不到现在 我 哟 黎奶奶 我说的是你 有什么都不说 我 打针 我什么都不说 我觉得是你 他 真是 当时你就打算 我真的很有事 你病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在的 就是我觉得能选择出国的人 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自强在 你像我妈有的时候 她的苦她从来不会往处透露 我觉得她还是不开心 但是还是很坚强 养老院里的故事很多 高宇瑶喜欢陪在老人的身边 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 我走了奶奶 我下班回家了 拜拜 奶奶 我走了 拜拜 明天来 每天下班前 高宇瑶都会逐个跟老人们打招呼 她怕老人找不到自己着急 也怕万一哪个老人出现什么意外 第二天见不到他们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相处是一个相互治愈的过程 他们在这儿或者是不在这儿也好 就是他们接下来的生活 我希望他们是向上的 我说咱活一天 咱就快乐一天 就乐呵一天 我走了啊 我回家了下班回家了 拜拜 下班了 明天来啊 明天来啊 行不行 我也是习惯性的 我觉得我走了需要跟我的爷爷奶奶们打招呼 要不然他们会想 高呢 怎么没了呢 看着女儿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母亲也渐渐理解 接受了高宇瑶的工作 社工是盈应所在的海一安宁 也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医护人员 社工和志愿者加入安宁疗户的队伍中 这些年轻人的到来 也让迟暮之年的老人们 更多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 我很喜欢那种彩色的发卡 或者觉得能让我自己的一天的心情 比较好的一些小东西 然后也有家属就会说 看到你这个 一下感觉心情都很好 原来我已经生活中比较习以为常的事情 对她们来说 现在就是可能有点眼前一亮 或者就是觉得有点新鲜空气的这种感觉 然后觉得也还蛮奇妙的 我就觉得这个时间能改变一切 就我女儿从小到大的一步一步的变化 都不在我想想范围内 我的计划和她现在的成长 都不是一个 都不在一个轨道上 烫不烫 还是 鬼烫 奶奶 你不能躺边上了 我帮你躺 奶奶 好了 好了 不生气了 是不是 我说不能说不行 都行 我说都得活二百 我说我一百的时候 我还陪你落客 接着为您播出 五粮夜 十系直动车 我说要帮你 别玩了 我说你 别玩了 在这儿